各位亲缘的朋友 你是否还在为手套房的资格烦恼呢? 但是我想跟你们说 从今天开始,你们的烦恼 或许将不复存在 因为关于手套房的新政策要来了 这个认房不认贷的政策 简单来说就是 以后如果你要申请贷款 它只会看你现在在本市有没有住房 而不会看你在过去有没有买过房 有没有贷款 打个比方 比如说你在过去有过贷款 也买过房 但是你在过去一段时间卖了 把这个房处理掉了 在这样的情况 在以后也算是手套房 就是只认现在拥有的房 而不认你曾经是否买过房 是否贷款 这就是通俗的理解 任房不认贷 那这个政策出来之后 其实相对来说 我们的清远市民 以后在买房上有更多的灵活性 还有更多的一些优惠 相当于就是减轻了我们买房的压力了 现在我在一个楼盘 相排彼岸 相排彼岸 这个楼盘这里 这个楼盘比较靠近飞来湖 飞来湖市地 现在这边飞来湖旁边也搞了很多的楼盘 你们看前面一直在建 对面那个也是了 然后这边也在建了很多 飞来湖片区我觉得还是未来清远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区域吧 交通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方便 然后它的环境也是顶呱呱的 你们看这个环境 现在湖边都有很多的绿道 可以走路 骑自行车什么都可以 环境相当的优良 不知道这个政策出来之后 会不会激发起你买房的欲望呢 如果你真的有这个需求 然后你现在刚好在本市有没有住房的话呢 其实完全可以 购置一套不错的房子 在你实际需求有需求的情况下 实际购置一套房子也是不错的 或者把之前的 如果你认为没有那么好的一些房子给处理掉 来购置一套新的称心如意的房子 现在也是可以用到这个优惠的政策了 所以呢各位对于这个新政策 你怎么看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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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